一条缩大的黑肠之尾巴 又是我们的老树人黑梅锦手 先知不知道为什么黑梅锦手也叫家神了吧 你看迫切的想要进家门啊 都开始爬墙了 其实黑梅锦手进家主要是为了逮耗子 想要避免神的打扰 最好楼里不要有耗子 注意是整个楼里 你家里没有别人加油也是不行的 这不是主越青哦 我们点开一张高清照片 可以看到这条蛇的头部很尖 眼睛很大 与主越青完全不同 这其实是一条绿兽蛇 它是一种分布于我国南部地区的微毒蛇 主要以鸟类树挖蜥蜴为食 这条绿兽蛇应该是刚吃了东西 所以看起来很古 网友在爬山时发现一张蛇皮 看样子是一条很大的蛇留下的 那这是什么蛇呢 我们直接看头部的鳞片 在两块顶鳞后面有一对整鳞 这是眼镜王蛇的标志性鳞片 一条眼镜王蛇是中国致死率最高的毒蛇 有爬山得小心的啊 这是粉丝在菲律宾玩耍时拍的 看起来很像灰狼扁味海兽 但是注意看这玩意的头部并不是舌头的形状 反倒像蛮鱼 一个真正的man 然后他的嘴巴前端也不是全黑的 占尾部有白纹 所以这应该是一条班族花蛇蛮 它是花蛇蛮属的 主要以小鱼和无鸡椎动物为食 虽然长得像海蛇 但其实它是无毒的 不用怕 我去 这银环蛇也太低点了 居然被吃掉了 你是怎么回事啊 咱环蛇家族的面都让你丢尽了 这些勇气可嘉啊 这是一条货真价实的海蛇 而且体型相当大 看起来有一点四到一点五米 我看到很多人说这次灰蓝扁尾海蛇 确实有点像啊 身上很多环 但并不是 可以看一下近距离拍摄的照片 跟灰蓝扁尾海蛇存在显著差异 这其实是一条半环扁尾海蛇 一种非常常见的海蛇 由于游泳速度较慢 通常在珊瑚礁中不是鱼类 独性位列中国地霸 不过这种海蛇性情比较温顺 不去招惹它的话 一般是不会咬人的 这是印度的网友拍的两条毒蛇之间打斗 也可以说是单方面掠杀 场上这条正在被暴打的黄黑黄纹的蛇 是金环蛇 说起来金环蛇也是吃蛇高手 但今天却成了被吃的一方 而这条暴击金环蛇头部的大黑蛇 是眼镜王蛇 没什么好处的 体型差距太大了 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拍视频都不是说 这条蛇在这出没好几天了 全程区有人说是眼镜王蛇 也有人说是蟒蛇 都不是 但确实不是本土无种 这是一条中黑锦蛇 主要分布于东北地区 而视频拍摄于安徽 所以这是一条别人养的中黑锦蛇 放生的或者跑出来的 这是泰国巴蒂亚的网友排得 晚上差点踩到了 大家仔细看这条蛇的眼睛 上方有一道白纹 身体上部分有小的三角形斑纹 毫无疑问 这是一条马来腹 是东南亚咬人 最多毒手 时常出没于农田 果园 种子园 主要以耗之为食 一旦被这种蛇严重咬伤 会出现非常恐怖的血泡坏事 和淋血一场 所以去东南亚旅游市 一定要小心这种蛇 一条收过路飞的巨蛇啊 就说这体型这粗壮度啊 绝对错不了 绿水燃也叫森燃 是一种分布于南亚族的巨型蛇类 被誉为世界上最重的蛇 那么像这种巨蛇 在早年文献中肯定是充斥着各种传说的 什么8米9米11米之类的满天飞 现在百科上还说森燃最大能长到10米呢 其实目前已经发现了 大量个体很少有人超过5.5米的 6米以上是极其罕见的 文献中可刻度比较高的最大级路 是1978年 爬手学家威廉·纳玛尔 在哥伦比亚车里那套7.49米个体 7.5米可能是森燃的极限最大水平 什么玩意儿 南美富为蛇是什么鬼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 发现了对南美富为蛇的描述 看样子应该是指的南美巨富 这里的图片是滑鼠蛇呀 说过多少次了 这图是红富翼奥蛇 不是黑蛮吧 8.埃及眼镜蛇 7.灵贝魁蛇 灵贝魁蛇又是什么鬼 这是鸡武术奎啊哥们 6.石石响尾蛇 你这名字叫的还怪好听的 这张图其实是一个3D模型 不过作者并没有说是 仿的哪种响尾蛇 5.亚太环蛇 不是亚太环蛇又是什么鬼 这明明是红头环蛇啊哥们 4.虎蛇 3.银环蛇 2.沟比海蛇 1.西林泰潘蛇 排号最后几个没有出现错误 要不然血压又顶不住了 这是粉丝在天台山爬山时遇到的 大家仔细看这条蛇的背部 有钻石型斑纹 一条典型的玉斑利蛇 在我国中部和南部地区广泛分布 主要以小心不入类为食 也会吃小蜥蜴 由于这种蛇体色非常艳丽 在明镜也有梅绿蛇的叫法 不过视频里这条太暗了 稍微有点丑 一条长相非常奇特的蛇 像鸟一样 这是非洲藤射署的 荒原非洲藤射 主要分布于非洲的中南部地区 以蜥蜴蛙类蛇类鸟类为食 拥有极其强大的灵血能力 被这种食药后会出现 非常严重的灵血遗产 是少有的可以自人死亡的游手 这是粉丝在意大利牌的一条水游蛇 意大利一共有四种水游蛇 这条应该是最常见的那种 就叫水游蛇 从欧洲至中亚广泛分布 中国的新疆也有 主要以鱼类挖泪为食 有时还会跟钓鱼老抢鱼 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无毒蛇 是不是感觉还挺帅的 这是一条紫沙蛇 是一种厚狗亚 唯独蛇 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南部地区 以蜥蜴蛙类为食 有时也会吃蛇 据说这种蛇的毒液 是特化针对爬行类的 咬人一般不会有太大影响 2017年2月 在喜马西尔邦的一个偏远地区 一名18岁女孩小美 被送往一家医院 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因为她的父亲 声称她被蛇咬后失去了知觉 小美也确实表现出很难受的样子 然而 医生在她身上 找不到任何中毒痕迹 连伤口都没有 对此也是深表无奈 几个小时后 女孩在没有任何治疗的情况下 恢复了意识 据媒体报道 小美和她父亲说 在过去三年里 小美被毒蛇咬了34次 并成功幸存 她的父亲认为 这是受到了神的祝福 才得以让小美 在致命咬伤中存活 哇 年仅18岁的少女 在三年内被毒蛇咬伤34次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小美在当地日报上的说法 在过去的三年里 我被蛇咬了30多次 每当我看到一条蛇 我就会被迷住 然后蛇就会咬我 两年前 有一段时间 我没有被蛇咬过 上学期间 我有多次被咬 有时一天被咬 两次甚至三次 哦 原来如此 那你既然被咬了 总得有蛇的视频照片吧 然而她父亲 在介绍采访时表示 没有人见到过蛇 但可以看到牙印 好家伙 被咬了34次 就没有一个旁观者 目击到蛇吗 根据当地林业官员的说法 这里的主要毒蛇 是原斑魁 其他大多是一些无毒蛇 OK 这件事我敢百分百 肯定是编的 小美一到上学 就经常被咬 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为了 吸引别人注意力 另一个是为了 逃避上学 她可能以前确实 被无毒蛇咬过 所以她父亲说 能看到牙印 然后她发现 被咬人逃避很多事情后 开始了假装被咬的表演 又或者说 就是她父亲 让她这样演的 以此来吸引注意 得到媒体的采访 一切都是假象罢了